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地请到了Sify老师和我一起来和大家去做讲解 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解的内容会和同学们讲解到第八集 就是小学部分的最后一集 就是学完今天这课大家小学可以毕业了 比我书轴线会和大家去讲解到书轴线 那下面请Sify老师介绍一下 好 我每天都是从介绍我们的主角老师 Kamen老师开始 那么Kamen老师是我们co trading交易学院的院长 也是交易俱乐部的创始人 是CCTV证券财经品分析师 和训外汇交易课堂和金融机构大客户的交易导师 那他呢本身也有十余年的这种专业的一线的交易经验 也是澳洲外汇投资顾问RG146执照的持有人 是中澳媒体的特约财经分析撰稿人 今天的内容提要 首先呢还是会带大家去解读我们的交易内参 然后在合适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会有这种交易的喊单 理论基础方面呢 今天会带大家去学习Pivot Points 就是书轴 晚上还要带大家继续去聚焦 这个英国的退欧的公投事件 10点到11点 照就还是林洋老师带给大家的这种每周盘的这种代盘 是的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 是General Advice 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和建议 请各位投资 酌情使用在课堂当中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今天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内容比较多 我们先从最 我们想要开始的书轴线 开始 讲解开始 书轴线是在外回交易当中 特别常见的一种技术指标 沙范老师你有没有使用过书轴线这个指标呢 有 主要是用在日内交易当中 会借助他去考虑这种出厂位置 尤其是这种获利出厂的位置 会考虑他的获利出厂位置 实际上 书轴线在使用和计算的时候 它是一种非常简单 但是很实用的一种交易的工具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他书轴线的终点怎么来计算 就是书轴的位置怎么计算呢 很简单 前一根K线的最高最低 就是再加它的售盘价 也就是说三个值加起来 除以三就得到它的书轴线的位置 那书轴线指标本身来说 它是MTQ平台当中的一个固有的指标 但是原有的这种固有指标呢 它的比如说我们在上面加一下它的固有指标来看一下 看起来会比较凌乱 对相对来说比较凌乱一些 那我们将这个书轴线的指标呢 进行了一个改良 使书轴线的指标呢 更加清楚地表现在了 表现在图表上 我们来看一下它 这个指标呢 在我书标搜紙的这个位置上呢 就是传统的书轴线的指标 点击开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它的 这是传统的书轴线的指标 加装上去以后会变成这样 那我们可以在图表当中使用一些特别的 就像我们这个点状的书轴线了 它使用起来的效果会更加理想 我们把它原有的书轴线了 那在这个图表当中呢 我们加了两套书轴线 第一套书轴线呢 就是我们的书轴线指标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周书轴线的指标 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取出一个基础指标 先将 我们把视野的集中到 集中到这个点状 集中到这个点状的横条上来 或者我们重新加一下书轴线 首先先从K模板开始 先从这位基础的K模板开始 然后在图表当中去选择 我们要去增加的书轴线的指标 来我们一起找一下 Pewords 看到了吗 我们看到Pewords指标 那Pewords指标呢 它的输入的值了可以看三百八 就是说它对过去的三百节 这个进行来去测算 那中间会有它的这些数值 那在使用书轴线指标的时候 通常会在日内进行交易 不会去看到日之外的时候 去增加书轴线的图形 我们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梳轴线有 我们把它改一下 变得让它清楚一些 还好 还好能够看得清吗 重新调一下 还是觉得并不特别清楚 使用书轴线的时候可以将这些指标的相对来说 调到一个你合适的深度的时候来去使用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一般来说书轴线它分为七根线形 中间的这根线形就是书轴线 中间的这根线形就会是书轴线 就看我们的 就直接到我们的指标中来看 然后我们准备好的图形来看 书轴线在表现在图表当中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蓝色的点状 这个蓝色的点就表示说 它是前一天K线的最高点最低点和受款价 加起来除以三得出的数值 那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有两种使用的方法 就是刚才石范老师说的用在出厂 实际上它还可以入厂 那石范老师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据你所知它在风骨之间也有交易的方法 它是如何去使用的呢 它这种所谓的风骨之间 其实是一种区间交易的一种方法 就是按照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图上面 本身这个蓝色的呢是当天的这个书轴 然后上面绿色的这个点状的这个这一条线呢 其实是当天的这个阻力位 第一阻力位 然后下方呢就是第一支撑位 它这种区间交易的方法就是说 在第一支撑位和第一阻力位之间 做选择一种入厂的这种机会 像是这一张图来讲的话 是一种下降的这种趋势当中 它就是在书轴和第一阻力位之间 选择一种进厂的方式 直接做到第一支撑位 可以了结 我们在之前去讨论过书轴啊 就是说书轴线在运行的过程中 围绕一个中轴线 这种图形有点像是布林带 就是围绕这个中轨 然后上下摆大 有点像是这种包罗线 围绕这个均线进行上下的摆大 那书轴线围绕的内容就是 围绕它的中轴来运行 所以当它走区间交易的时候 注意就如果它走势比较和缓 那价格徘徊的在一定的范围上 上下运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交易它的时候 往往就在书轴线的两端 第一阻力位和第一支撑位之间 去做交易 那么具体怎么去做交易 我们想一下 如果前期是盘整行情 就拿我们的美元兑日币的 15分钟图来说 就拿这张图来说 我们交易的时候会选择 它在书轴线上方的这个区域当中 去选择交易点去做空它 选择它到达书轴线下方的 第一支撑位的时候 去平仓了解 去平仓了解 当然这是要求你是在日内交易 是如此 如此去做的 那如果说你的交易级别 比较大的话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 这种出场的方式 通常来说日内交易 书轴线范围内的 行情会走两个 会在中间走两个区间 作为它的一个运行的波段 其实两格我们说书轴线 它的两格大约是前一根行情的 60% 其实也就是抓到了大部分的行情 大部分的行情 这是我们看到的书轴线 在运行的过程中 在区间交易的时候 是这样去应对的 那么除去书轴线 在区间交易的时候 有些时候在行情走 这种突破行情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书轴线来去做单的 那么塞范老师 你有没有这样的交易经验 这样的交易经验 不是很多吧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是在 因为一般来讲 行情它是在第一支撑位 第一阻力位之间这样子的运行 但是有一些 比较激进的这样子的交易者 他会在行情突破了这样子的区间之后 继续去入场 是的 那么突破之后入场 他的出场点又在哪里呢 他怎样去做这个突破的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 如果盘整交易的话 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做获利了结 可是如果做突破交易的话 就会要求在这个位置上重新入场 那就怎么去选择和权衡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到底在这个位置上 应该是出场了结 还是说继续去追加新的单入场 这个可能是跟做单的人 他本身的这种想法是有关的 比如说你想看的有多长 或者是你对这一单 有多么有信心吧 这样子 具体来讲的话 有的人可能就在短信当中 我只要是达到了 这个第一支撑或阻力位的时候 我就短线可以去了结 当然也有可能说 我这个单是一转一转座 我这个了结之后 还可以它突破 假如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新的一个 这种行情的开始的话 它可以再去入场 是的 那如果再具体的去讲 这个图形当中的行情 我想各位投资可以把 这是看到我们最近的 最近的一天的黄金的走势图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去看这个和我学习的时候 一边开一台电脑 另外旁边去拿出去自己的这个MT4平台来自己去对应的去看一下 手快的同学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加上Pivot来一起来看 我们刚才说的盘整区间当中 交易的位置的实在 输轴线与第一阻力位之间选择入场点 输轴线与第一支撑位之间去出场 那我们回想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情 在昨天晚间破位之前的时候 黄金的行情是运行在一个100点的盘整范围之内的 那这100点的就是从1280到1290 那方向是什么 方向是偏空的对吧 是偏空的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在走一种偏空的盘整 这时候就更有倾向 我们会在中间逢高去做空黄金 那这个高位在哪里了 不同的交易系统会显示出不同的高 比如说布林达会显示出它到达上海外轨道 MACD会显示出中间的那个线 形变成向上的突破 那如果说短线的均线又会显示出 短线均线显示出超买的状况 一些百档类的指标显示出超买的状况 那顶部还会有AO指标产生的峰值 或者峰值的背离 那这些都是各种指标在歪离过大 或者说回调过深的时候产生的这种状况 而输轴线产生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在输轴线之上和第一阻力位之间形成这种交易的区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标出了下行趋势中左侧回调的入场趋势和区域 那这个区域的这个黄色 这个绿色的区域的应该包含这个大阳线 因为大阳线已经就运行到这个里面 是它这天开始的第一根线形 所以是应该包含它 那在这个范围内无论是上涨波还是下降波 都是下行趋势中左侧回调的入场趋势 都是左侧回调的入场趋势 都是入场的区域 我们注意到这个紫色的线形 紫色的线形是周输轴线 周输轴线它的涵盖的范围非常大 当我们在图形当中去使用周输轴线的时候 当我们去使用周输轴线的时候 会把它作为这一周的一个分界点 分水岭 而如果它在之上就是多的行情 如果在之下就空的行情 日内交易做到这个位置 做到短线了结的位置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加了短线了结 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1280破位跌价 1280的破位跌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1280之前不是 它一直是在1280到1290 这样100点的区间当中盘整吗 然后它其实是在破了这个第一支撑位的同时 也破了1280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关卡价 是的 那我想沈范老师再讲的是 它的右边这个破位追控 实际上它分为两段对吗 在第一个时间点上 这个支撑 支撑位1和1280的支撑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支撑了这个行情 受到了一定支撑 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行情就出现了明显的破位行情 这根大阴线也显示出了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脱离的关卡价位 就一下子从这个关卡价位远离了 接下来行情在第二支撑位的时候 形成了盘整整档和再次入场的交易机会 或者说在这个时候这种上升型的通道 我们注意到这个位置上看到了一个上升型的盘整 表示将来的行情仍然是向下的 注意我们在做这种破位交易法的时候 往往行情会运行到第二支撑位 或者是第三支撑位的时候 那当行情到了第三支撑位的时候 往往是一天当中比较好的出场点 日内交易运行到第三支撑位的时候 就是比较好的出场点 我们在之前进阶微问的时候 就和投资人去讲过说 一天交易做两个 那如果我们的单是从第一支撑位开始做起的话 那两个位置在哪里 第三支撑位 对吧 我们开始就是到第三支撑位 一起来看一下图形中的走势 我们把我们常见的 我把调数 这个我晚上有它 还是看 看黄金 我们一起来看黄金 就是把我们刚才的黄金 做一个深入的研究 刚才的黄金我们看的是什么位置 看的是1280的位置 1280的位置 我们在横轴上来标注出1280的位置所在 就是我这条紫色的线形 刚才我们研究的是哪一段呢 就是我们在讲义当中研究的是哪一段 研究的是这一段 以这个为 以这个为开始的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浅色 以这个为开始 那假设投资人想说 我能不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 去看出它的走势 能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 去看出它的走势 如果我们将这个目光往下 往后退一些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的位置 是在这里 对吗 这是小石图 这是小石图上的运行的结构 那这个图形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认为黄金整体是下跌 回调再下跌 形成这个整理区 还记得我们昨天在去分析航行的时候 给大家画出一条这样的线形吗 就是黄金在一个三角形整体当中运行 下方水平 而上方逐渐变低 整体的这种力量是下降的 那在这种图形上 黄金特别容易呈现出一种向下破位的 向下破位的可能性 中间就有它的 它的关键的支撑阻力位的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所对应的位置 读出读出 那这里是1280 那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双重叠加的位置 双重叠加的位置 在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时候 它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第一天的时候 在这里有支撑 有支撑 这个 比如说 原有的下跌行情在这里出现了盘整 一旦出现盘整 我们的交易思路就是 围绕书轴线 在书轴线的两端 做区间交易 就风骨之间 在风骨之间做交易 那一旦形成脱离的状况 我们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去做 就比如说像现在 就比如说像现在 我们看到 行情是在走下跌的趋势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形成这种 双三K反转的话 其实这就会形成黄金 可能最初的入场的交易的机会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图再退后来看 把它变到我们的交易系统上来看 变到五分钟图上的交易系统 这是微问交易系统 微问交易系统在这看的时候 黄金在今天的时候 由于它的连续的这波上涨了 呈现出了一个多单的状况 是否要做多 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天 这几天以来的做空的这些空单 是如何带领我们交易的 那这个图形的空单 也是从就这一天开始 对吗 这个方款是我们刚才画的 如果去标记这些做空的空点的话 我们去寻找一下 看一下这个位置 是否能够形成一个上破单 如果它形成正值 那这里就是个做空的交易的机会 那我们在这里 随着这个箭头开始运行的时候 每一个由上向下 开始往下下破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些指标带来的交易的机会 图形上也会有 我们在这里再看 还有背离 那这些图形上的背离 那是否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指标中的背离 图形上的背离 峰值在变高 下面的峰值在变低 那这些位置都是指引你 黄金是要做空的 那每一次拉回到高点 都形成了黄金入场的 拉回到高点都会形成黄金入场的 入场做空的 做空的好点 这些中间好多次交易机会 那如果结合输轴的话 怎么看呢 长线交易或者说 一段趋势当中的运行的时候 如果 如果你的入场单放在 百档交易开始 行情开始突破的时候 我们说日内交易 输轴看两个 输轴看两个 怎么会看两个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把这个 我们用一种新的图标来标注它 两个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哪两个呢 第一阻力位到输轴 中轴 然后再到第一支撑位 第一阻力位 经过输轴之后到第一支撑位 我们看到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破位的交易 要就是说做两个 这又是 这又是什么呢 我们再往上画一些 其实它应该 对应该是这样的 它是从哪里到哪里的 第一支撑位到第三支撑位 从第一支撑位到第三支撑位 所以在输轴在使用的过程中 特别是当行情开始运行的时候 输轴的用法是非常的丰富的 就是它 它清楚的把这个图表当中分界成了 这么七个区域 然后通过这七个区域 进行上下的分界来做 但很明显的一些交易的好方法 学会了输轴之后 将来第二步的学习内容就是 在我们的图形当中 去增加周输轴线 那周输轴线最重要的是这条线 每一周只有一次 每一周只给你一条周输轴线 输轴在哪里 本周的输轴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看到就在这里 它的值 1291 是不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前期盘整的重要的 这种交织点 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在其他格局上 来看一下 看它是否有效 我们来放在比如说 奥币的图形上 我们放在奥币的图形上 奥币已经成为一种单纯的 这种单纯上涨的一个破位的行情 我们来看奥币 奥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甚至有时候它经历不到这个 特别是这几天 它都回不到输轴线之前 上涨的力度特别强 上涨的力度特别强 我们来看一下 奥币当它回到输轴线与第一支撑位之间的时候 那就像是这里啊 输轴线和第一支撑位之间的时候 形成买入的好点 形成买入的好点 那第一目标位就是它的 第一阻力位 第一阻力位 那破位第一阻力位的时候 第一阻力位就变成了原有的支撑 原有的阻力就在这里变成支撑 那么今天的时候也是 行情在这个时候 从输轴线到第一阻力位之间运行到 第二阻力到第三阻力位之间 实际上它运行多少 也是两个 也是两个 那在今天假设我们就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去做奥币的话该如何交易 我们比较显然的可以看到 奥币首先如果在趋向分析上 怎么分析 它是应该是应该做多的 这是图形给我们 假设我们坚定技术面的分析 坚定我们认知的 我们是趋势型的分析者 那我们在这张图上得到的交易的方向就是多 那这些做多的位置 这些入场做多的位置 实际上是比较清楚的能够 提现在图表当中的 比较清楚的提现在图表当中 入场之后 这些入场做多的位置 几乎无浮动亏损 经过一天之后 那这也有100多点 100多点的行情 也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的 一波行情 所以书轴现在交易当中 使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将来图形当中会组合成为更加复杂的 一些 更加复杂的一些图形当中 这是减半的云图当中 书轴线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你经常交易的话 这些图形还是可以看到的 对吗 它是比较显眼的 那四小时图中 我们会把周书轴线放在这里 那本周的行情是明显的 价格一开始就跳上 就跳跃上涨 那现在在周书轴线 过了第一阻力位 再过第二阻力位 最大相当的强 很强劲 那如果再结合 最近几周 周书轴线 整体的运行的状况的话 你会发觉周书轴线 呈现出一种台阶式 阶梯式上涨的一种格局 那也表示说 澳币走势是一种上涨的格局 是一种纯上涨的格局 那我们把英镑放上来以后 应该会发觉 英镑上涨力度可能会更强 原来的这种下跌的 下跌 下跌变成了突然一下上涨 下一周的书轴线 一定会非常高 一定会非常高 这是我们可以预料的到 英镑继续它的涨势 呈现出一种破位上涨的 这种格局 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的图形 那接下来我们去 离开数周线来看到 我们的在交易内参当中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交易内参 那么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市场当中 目光聚集在退欧公投事件上 我们经历了非常多 与公投相关的这些事件 经历了非常多 报纸上 网络当中的特别多的去探讨 这个退欧公投的事件 那我们把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讲议 实际上我们这个讲议是在一个月之前 已经做过一次讲座 5月21号退欧 公投倒计时的时候 我们就和大家去做过一集非常详尽的讲解 去说退欧的5万 为什么会发生退欧呢 史华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退欧呢 他们中间有什么矛盾吗 有主要是有移民的问题 非洲和中东的难民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欧洲这种主权占危机 因为好像我看网络上一直在说 这个欧洲五国 欧洲五国 对说是他的那个英文名字 把它们放在一起 就是PWIGS这几个国家 所以呢就是说需要大量的这种救助的资金 而他们当中据报道可能有75%都是这些会员国家 成员国家是根据自己的这种GDP区域上缴的 是 我想退欧公投 刚才史华老师也说了 与这种难民有关 与花费有关 与这种深耕国家的这种人口移动有关 有欧盟区的会员费有关种种 不过我们去深究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论点 为什么在中东这些国家 总是打个不停 没有公投 没有调和 我们发现那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我们把它归结过以一个类型 叫做宗教矛盾不可调和 但英国和欧盟区的这个矛盾 可不可以调和 我个人认为它是可调和 无非就是说几十亿欧元的会员费 对吗 当然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会员费 不是我们参加一个Club member的一个会员费 那几十亿欧元还是可以调和的 那就这样的观点而言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就是可以说做一个议测 因为无论是何种分析 或何种投票表决 都不能够决定一个全民公投 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 但是就我的认为 理性的投入者 投票者都应该认为 他们更多情况下会留在 会留在 那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 它是全民公权 什么是全民公权 就是它全体人民都去 满18岁以上都去 对 就像是我们这种选举类似的 可能要比这个还要多 比如说 沈范老师假如说是英国来的 假如说在澳洲居住 不满15年的话 它也具备 还是具备这样的 那么整体上而言 这张图 我给出的这张图 表明了说 从英国进口到德国的 出口到德国的有多少 那占它的10% 那从德国出口到英国的 那就是5% 那这张图 我们整体去想去讲解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54%的欧洲的 51.4%的英国的产品 出口到了欧盟 反过来了 6.6%的欧盟的产品 出口到了英国 谁的影响更大一些 英国的影响更大 当然我们说 这个体量会更大 6.6% 但是它的体量可能大 就是基础要大 所以不管怎么样 对英国的影响会更大 这是第一个 那这也是很多人认为 如果退欧公投失败 英镑会大幅下跌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论点 那我们再看 这是平均 平均的收入 收入也会大幅的下跌 英国人的收入也会下跌 英国人最期望是什么 他最期望说 我既退出了欧盟 不用交汇费 又能够使欧盟的 每一个国家都和我自由的 做贸易 简直是不可能的一种事情 至少在目前不可能 至少在签订新的协议之前 不可能 所以欧盟的 这些国民的收入 包括英国都会缩减 英国是缩减最大的 最为强大的 那么除此之外 英国的各类经济 也都会受到影响 哪些会受到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银行业保险业和它的这种高低 高端的这种房地产业 或者是说房地产相关的这种行业 为什么会对银行业影响最大的 为什么它的金融业会影响最大的 谁又是这个金融业影响的受益者 我们就会这样发觉 我们说 欧盟在这次事件当中 虽然经济受损 但是有可能在长远上去剥离了英国 这种 或者说一种拖累吧 或者说使英国的金融 国际金融的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的话 对欧盟也许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知道伦敦的金融交易是 世界上金融交易最为 这种最大的地方 每天的外汇交易量 超过40%的就发生在英国 你别跟我说是60%在美国 不是的 美国少 英国多 英国发生的交易量会更多 那当它退欧之后 我们想它的金融业 房地产业 高端房地产业 生命保险也就是受限类 其实也是金融理财的产品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如果退欧会受到影响的话 那假设不退欧会有什么状况 我们在那次讲座当中 给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英国的它的 富时亿百的金融的指数 以及所有的特别是英国的这种 银行类的股票 地产类的股票 受到了严重的低估 在加之英国币种的下跌 就是英镑本身的下跌 使得以英镑计价的英国股票 是一个价格的挖底 这是一个价格的挖底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英国公投这次顺利过关的话 英国股票会有非常大的上涨 这种 这个判断除了基于到 我们说到的影响力强弱之外 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从2015年的5月份 这个退欧公投开始 出漏端倪开始 国际的投资人 特别是一些大财团的投资人 就放缓了在英国投资的部分 我想原因也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你在面临着 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愿意 在一个不确定性 比较大的地方 去进行大量的投资 那这时候就会使得 这时候就会使得 如果公投顺利过关的话 这些投资会重新到达 会重新回来 这使得我们看到 英国股票是在这些事件之中 可以去操作的一个产品 再看另一个 结合了非常多的彭博社的 一些金融专家 得出了一个这样图 沈横老师 你对这张图怎么看呢 这个图明显看出 这个假如要是说 退欧成功的话 英镑会大跌 那么之前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 前几篇可能大概是前天吧 苏格斯他曾经赚了一转文 然后就在写说 退欧如果成功的 这种状况是出现的话 那他说英镑可能会大跌20%左右 而且他也坦言说 英国的国民吧 每个人应该可能会变得更加贫穷 可能每个人 个人所受到的损失 大概要到三千 我记不太近 可能三千到五千英镑 这样的这种状态 然后当时呢 其实也有很多那种投行 曾经语言说 一旦退欧成功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那就是说欧帮会评价 我不知道这个 欧帮会评价 那所谓欧帮评价 我想说 也是有可能 比如说就在这张图当中 我们大约 比如说我们看到 像现在 就是预测最多的1.25 1.30 那我们看到英镑现在的1.48 1.48 那大约下降了 一千三百点 一千四百点 就是这样 那大约下降了一个10% 那如果下降20% 就会是走一个 两千八百点到三千点的一个幅度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从现在的 一万四千点再减去三千点的话 到了一万一千点 一万一千点左右 可不就是和 就是欧元所面对的现在的价格吗 是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 事前预测 无论怎么去打击英镑都不为过 因为这件事情 第一个 退欧公投的这种 成立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个 如果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话 局部行情的陡然下跌 是非常有可能的 非常有可能的 那当然我们为什么说 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呢 因为第一个 双方的冲突并不深刻 前上的冲突嘛 就是不是你死我活的杀父之仇 对吗 那前上的冲突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经济上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事情 就是无论退欧也好 不退欧也好 对于英镑的走势都是不利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 和投资人们去做的一个 退欧时刻的英镑日线图的分析和布局 这张图的是五月份 五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我们截图得到了一个结论 在当时啊 在当时很多投资人就认为啊 说因为他在走退欧事件 所以英镑的走势 应该是剧烈的下跌 而不是上涨 那我们在当时给出的认知是这样的 我们结合了很多次公投事件的 这个 就是他 所对应的货币的一个走势 我们发觉了如下规律 就是 在这个事件离他公投这个决策 比较遥远的时候 这个货币会大幅的下跌 反倒说如果等到这个货币 开始进入到公投时候了 货币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朝着 不利于公投成功的方向开始运行了 那变得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再看一下 记住这张图啊 我们认为当时认为 英镑是应该在上涨了 而走到这根线形的时候 开始剧烈的下跌 那这是我们的认知 甚至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 无论他是否退欧成绩都会下跌 都会跌的这样一种 当然我认为如果他退欧了 那一定会跌 这和市场中百分之百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甚至说有多的因素 也阻挡不了退潮的这种潮流 因为市场当中都是这样认知 但是这个事件如果退欧没成功 真的对英镑有利多的消息吗 有利多英国的这种可能性吗 我们都觉得不是 我们觉得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图形的走势 刚才有同学问说 英镑刚才怎么了 实际上这些都是在 因为现在开始进入到欧洲盘的时间 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对他的投票进行反应 开始进行反应 我们请现场在座的投资人去查一个时间点 我印象当中是14年或15年的9月份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是苏格兰公投事件 请现场的同学 把苏格兰公投事件的时间点查出来 发到我们的群中 我和大家我们来去找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由那次的事件 然后去推演今天的行情应该去如何走 我们把它变成公投事件的英镑的走势 那这张图就是我们在刚才那个图形当中 所给大家截的那个图 我们认为英镑是一个上行 当然中间有过偏差 有过偏差 我们预料到了结果 却没有预料到到达他的过程 中间的这个部分 什么带来的 退欧公投的投票 有几天的时候 超过了 就是认为同意的人 就是留欧和退欧的力量对比 产生了变化 哪位同学 帮我查一下这个时间点呢 我说 CC 帮我查一下时间点 苏格兰公投事件的时间 14年的9月18号 来看一下 14年的9月18日 看看这天发生了什么时间 好 这根线形 你们看到这根线形 这是9月19号 这是9月18号 实际上的公投事件是在这一天 实际上公投事件是在这一天 这是因为这个图形计时的原因 他的结论是出在19号的 结论是出在19号 那这一根K线是怎么运行的 你们先看到 看到中间有些标志 中间卡尼布加西 还有卡尼布加西 还有在这儿 这个事件 这个时候是说 在有一个周日的时候 忽然开始说要公投了 而且公投的票数的比 比较相比了退欧的 不是退 退阴的 就是苏格兰退阴的 大幅的上涨 那这一段时间是干什么的 这几天的发生的事件 和我们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 是一样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英国的首相 到了苏格兰告诉他们 你们不能退阴 你们退了阴之后 你们没有武器保护你们 你们也不能使用阴镑了 没人管你们了 你们自己看好自为之吧 这是大胖政策 那英国的女王也到了苏格兰 告诉他们说 我们一一带水如此多年 我们情同守足 情笔间金间 我们要留在我的英国 那这个行情就开始上涨 直到当天的时候 行情涨到最高点 最终形成一个 一个整体英镑下行行情当中的 一个障碍因素 所以这个格局 我们认知到的这个格局 中间有投票的人数的对比 有最后一天的极端上涨 最终形成的反转 那这些种种的现象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这次事件当中退阴的事件失败 就决定留在英国了 那最终的走势是什么 最终的走势我想 似乎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就是越到跟前的时候 行情开始急促的上涨 甚至不排除今天 陡然上涨 陡然上涨 就是第一波行情 得到了公投确认的消息 第一波行情大幅上涨 紧接着产生出的高点 都是做空的好点 上方有个数值 在这里有个数值 1.50 距离它并不特别远 有人认为是1.51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交易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以这样去布局它 在极限的高位 你想想象出的一个离谱的高位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做这个高位的做空单 是我认为的合理的交易的策略 那有投资说 今天有人问我说 凯文老师 我今天得知了他的公投的消息 发生在早晨5点钟的时间的上 那我能不能就等他消息来临 然后如果消息说退欧成功了 我就做空 如果退欧不成功 我就做多 怎么样 你觉得 我觉得不怎么样 你作为老师不能这样去解答 我觉得不怎么样 你要说 虽然心里面这样想 但是你要说 为什么不怎么样 我是觉得首先你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的运期来讲的话 根据过往的这种经验 就是说即使他退欧不成功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有上涨的这种行情 首先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对行情的预期 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分歧 也不是不大一致这样子的状况 再有一个是即使他走出一种非常明确的 非常激烈的这样子的行情 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 当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可能这个行情已经走出相当大的幅度了 不大见得你会找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 不要说是我们自己在做交易的这一群人 我那天看了一些报道 就说很多投行都要求他的这种 很怎么样 骨干的这种交易员 会在今天明天的时候会加班 然后去对应这样子的 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结果 无论是退欧了还是留欧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果 但是有很多投行也说不见得会做得到 是 人们说我们交易的行情应该是我们能够把握的行情 但是有些时候行情出现的状况 复杂之下烟有完乱 那我们说水利可以去发电 水利可以是什么 可是如果它真的是洪水猛兽去爆发的时候 当你难以控制的时候 很多不可预料的东西让你无法去交易 比如说刚才有投资人说 它退欧公投得到退出的时候 它就做工了 那可是我们就这样想 如果我们认识到退欧成功这个行情 要走23000点的行情的话 它会不会在一瞬间完成 它不会在一瞬间完成 那在它爆发的最初的一瞬间 有没有合理的入场点 没有 对吗 没有 你在交易的过程中 所以我今天也请各位投资人去做这样一个比对 我们在各个平台之间做一个这样的比对 去看它中间点数的产值 当然我想在今天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 他们的交易的平台的种类并不广泛 那这个工作就会由我来做 我会在各个平台之间去做一个比较 那在这种极限环境下 去测试平台当中的流动性 去测试平台执行交易的准确度 是特别关键 也就是说风平浪静的时候 大家表现都很好 关键时候才会体现出平台 那个公司的流动性会更好 那我之前也经历过流动性不好的平台 他说在图表中告诉你 你不能平仓了 你要平仓打电话过来 你打电话过去客服没人接了 就是你在那个时候 完全对你的交易进入的一种失控的状况 有些平台就做的比较好 所以这时候也是比较比拼功利的一个 比拼功利的一个时候 就是平台公正性的一个时候 那这是一部分内容 第二个 中间在运行的过程中 当行情急促运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出现急促的摆道 那那位投资人说 我们去赌一把 然后卖房子 然后赌他退欧不成功 同时赌的方向是买多英镑 买多英镑 我们想这种赌法成不成立呢 再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群里面都是以五元开始做交易的 五到十元做交易 所以经常会说 这周翻了四翻 那周翻了五翻 但他刚才说卖房子呀 他希望他把五元翻到二十元的这种能力 变成了把一套房子翻成四套房子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因为五元你玩得起 五元你输得起 一套房子却不是 我们看到那些把五元变成二十元的人 在这种行情当中去说来说去的时候 一定每一个赚钱的人 背后都有十个不赚钱的人 在默默无闻地看着 所以在中间去想想 在这交易当中多看少懂 我建议大家去把握住 这些理想的观测行情的好时机 事前做出自己的判断 事后通过行情的实际走势 来验证他的这种有效程度和分析的理论 这是我们在今天所要学到的最重要的内容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网站当中 也有这种交易的导师去带领大家说 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去赚一把大的 我实话实说 在今天做一把大的 连投行都要求大家去做一把小的的时候 我不认为哪个交易的导师 可以在今天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有这种能够将这样的变数 能够掌握在他手中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今天通过布林带来分析一下英镑的走势 我们通过一下基本面来分析一下走势 我觉得没人做得到 所以敬畏市场这四个字 就适合于今天晚间的行情 就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心态 我们今天去拭目以待去看看走势 我做出了英镑会下跌的判断 我也告诉投资人 如果我们再去综合了各种投资方略 进行比对的话 同时也综合了我们每一次 在公投事件中英镑走的这个波幅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认为在1.5之上 或1.51之上去卖空英镑是个比较好的交易机会 你知道你的limit单是全部会被执行的 你的stop单不一定执行 你破位的stop单会花点 那limit单会碰到就执行的 因为当然有的平台不guarantee 你盈利它不guarantee 大多数limit单都会被guarantee的执行 那假设我们在高位上去空英镑 比如说我们在1.51的位置上去做这个单 距离现在的点位大约240点250点 我想再加100点的止损 应该扛得住英镑400点的波幅 我们再把它回到9月18号 我们看一下回到9月18号 来看一下这一天它运行了多少点 我们从最低到最上边 我们看到它走了250 它就正好走了250点 那假设我们把这种规律去运在今天的话 它正好走250点 我们从现在的价位 从现在的价位48 然后再往上走250点 似乎正好就达到1.51的位置 对吗 这两件事情我们说历史有它的相似度在里面 它会重现 但是不会简单的重复 我们学习历史是做什么 看待9月18号的行情 其实是为今天去做准备 所以基于我的经验而言 这种大行情下 最好的投资策略应该是在极限位置 你别怕你的要价太高 你心里边有这种想法 它如果不卖我就不买 他不卖我就不买 除非它在1.51的这个地方 可以让我卖 所以这是我们对今天英镑的 交易策略的分析 回到我们的每日分析报告 当然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货币走势呢 最近一段时间上英镑特别强 上周英镑最强 今年英镑最弱 上周英镑最强 那如果我们要顺大事逆小事的话 在年这个级别上顺大事逆小事的话 我们似乎看到了说 可以更加高位做空 对不对啊 假设我们再去做一个 做一个说我们比较反皮的除法的话 我们用3.6去除以5.9 等于多少呢 我们得出一个得出0.61 似乎好像在这个中间 28根K线 一周有30根K线 一周有30根K线 就4小时的K线 我们等待了28根K线之后 几乎整整一周的时间 等到了我们的获利满足位 它的1.5倍的 菲伯纳西的拓展位 我们说菲伯纳西交易的时候 从菲伯纳西的回调位 做到它的拓展位 是最佳的交易的策略 那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在1300甚至有人 就投资人在1308的位置上 做到的单位 如果能够在现在出场的话 那它的获利就达到了500点的 约有500点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那在中间 今天的每日交易那餐中间 我给出了四类投资人 第一类投资人 在1308左侧入场的那些投资人 入场位置是极好的 考验它获利能力的关键 在于它的持仓能力 拿得住就获利 拉不住就短短就离场了 那么投资人在1280触底入场 就前几天底部反弹的这些入场 但要去 如果在这地方离场 当然也是可以的 短线的离场在1280离场 因为它盘整我们离场 要在事后进行补偿 那破位要不要打散 那还有一类就是 前两天在1280往上做的 这些投资人是逆势加于西安阳 对不对 第一波是大阴线朝下 第二波这种强阴线朝 吞没的吞没的形态 3K反转 你从下往上做 都是逆势形态 那这些单也有获利的空间了 有100点获利的空间 但是要快进快出 要找好点 不要去扛单 扛单就会 就很危险 那最好的就是 像我们这一个波段下来 那还有人呢是在 就是各种一共四类 一共四类 我们的黄金今天出场了 400年的行情 就转到了 好 那么其他货币队的走势 我想请各位同学 去看我们的交易内参 去来学习交易内参 还有一个 昨天我们讲解了波浪理论 那在今天的时候 这是在昨天的一个交易的 交易的实战交易 那我们去 这是没有欧元队加币的四项试图 蝴蝶理论和波浪理论 是出现的时间大约是一致 就是1940年的时候 不相上下的出现了这两套学说 那我们那次说的是 波浪理论和蝴蝶理论当中 都对菲伯纳奇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波浪理论去在一个 时间轴上去推演出 一个五浪上涨三浪下跌 蝴蝶理论是在这个上边的去 找出连续两次有规律的回调 连续两次上涨回调和下跌拓展 下跌回调再拓展 又有上涨整体的回调 构成了一种特别有规律的形态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0.841在两端的回调当中 都显示是0.841 甚至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0.841 所以这些回调当中的 公整度和一致性 形成了我们交易的 在这一单的交易的思路 也是一单上去100点 就很快获利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交易的 最近交易的获利 那昨天每周盘的时候 列恩老师也做了相应的解释 在心理层面上 去关注美元兑日币 有可能形成比较大的 转世的行情 104左右的这个价位 已经测试了比较久 如果能够形成一些强上涨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就是风险消散之后 我们知道风险消散 与几个事件有关 退欧一定是个风险事件 这个事件消散之后 美元兑日币 日币上面这个层级上的内容 减少之后 日币有可能出现一波 比较大的反弹 那英镑在公投事件完成 完成对英镑的布局 我们在今天晚间的时候 还会跟列恩老师再次学习到 到底完成对英镑的何种布局 下次我要让他去多写一些 到底是何种布局 他下面写到下一个每周时段 再考虑应对之法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是今天 也就是说的是今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公投事件之前 完成对英镑的布局 我想这种布局 可能不一定是实际的布局 而是说心态的心态的心态的布局 那在今天的时候 去讨论应对之法 一会儿事件中的时候 我也去听看看 林老师 他的这种极端的同运交易 会在这种极端行情下 展示出何种交易的威力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几次 他在交易黄金的时候 在这极端位置上去做的时候 做的位置 简直是神鬼莫测 比起道士理论 这种有章可循的 可是就我的感知是 好像神无精神 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讲解的 讲解的内容 书轴线 退欧事件 以及我们的内参解读 我想应该带的内容也比较多 当然因为我讲课的能力也比较强 说话的条例也比较清楚 所以也没显得特别紧张 而且在八点钟的时候 准时完成 留一部分时间和大家提问题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在这个时候 向我问问题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在群中和我问问题 或者举手也可以 在群中点击举手的按钮 也都可以 有同学问 问问说英镑是买吗 你是在现场听课吗 我没有说英镑在买 对吗 我不是说英镑在买 那这张图形 我讲的这张图形 英镑在轨道当中 向上运行 向上运行 认为的是从五月份开始 到今天六月二十二二十三号 公投这一天 截止英镑是属在上行的趋势当中 越接近这一天 当时我们分析 越接近这一天 英镑的上行力量会越强 这和我们现在的走势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你要注意 他讲这句话的时间点 不是六月二十三号 而是五月二十一号 所以英镑要买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 要买的时间了 因为现在就是节点了 我想说如果你能够预知将来 或者如果有一张图表 能够最为相似的表达出英镑将来走势的行情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将目光推演到 2014年9月二 9月18日的时候 来看待这个行情 它有可能是 今天 行情走势的一个参照物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Z型结构上涨 也有同学们 Derek问 Z型结构看涨会看跌 它会 就单纯的Z型结构 我来这里画一下 单纯的Z型结构的上涨结构 会是会是这样的 我们办 Z型结构的上涨是 这是Z型结构的上涨 注意它和N型结构的上涨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Z型结构 两端等级的这两端 都是在回调 而N型结构的上涨 就是有两个主生了 一个回调了 那N型结构 往往不会形成支阻互换 因为它会脱离 N型结构上涨的比较快 会脱离 Z型结构会形成一个支阻互换 而且Z型结构的斜率 是比较低的 斜率是比较低 通常会发生在 行情运转的第五浪的 第五浪的末端 呈现出一种盘整上升的 一个格局 盘升的格局 这是Z型结构 上涨的叫做正N和倒Z 这是倒Z 下降的 那叫做倒N和正 是正正正好正好相反的 Z中没有主趋势 不是不是Z中没有主趋势 Z中是主趋势走到末端了 走到末端 就是我们说的五浪 就昨天说的波浪理论 这五浪 上涨下跌 上涨的大波段三 回调的四 以及中间的五 那中间的这个五 在上涨的时候 就是走它第五浪的时候 会出现些许的对前边的 这种破位的 破位的行情 那如果你去看待这个图形 这就是个Z 这是个倒Z 那这边的倒Z 实际上是由一个 ABC 带来的一个图形 所以 所以并不是说Z没有 Z不是主趋势 Z也是主趋势 而是主趋势发展到末端 行情的斜率开始变短 这个图形 就是这一部分的知识 如果展开的话 它正好是 就是其他同学也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星期六去 讲中级班的第二讲 讲趋势理论的时候 就会讲解到趋势在 在它发展的不同阶段上 它的表现形式的 这种 这种区分 从它的上涨的力度 斜率 以及在实际案例中 它形成的各种各样 千变万化的图形 来去表达这个 这个趋势 在运行过程中的 不同的走势 单纯说 趋势分上涨和下跌 可是如果你在精确的 去形容这个行情的话 你还会看到一些 主趋势与刺激趋势当中 一些由主趋势 去演变到刺激趋势当中的 这种流动的过程 主次趋势之间 不是一刀切的 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是一个逐渐削弱的一个过程 或者逐渐增强的过程 那中间就会涉及到 趋势理论在 这个层级上的分析 所以 Z中是由主趋势的 好 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我们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一会儿看 联老师的讲解 晚间的时候 看英国的公投 拭目以待 祝同学们 今天晚间交易顺利 还能削疯 对 对 感谢观看